真正的生活品味要由細微入手 選擇設計時尚獨特的照明用品及燈飾 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 要找到有特色而副創意的燈飾 不妨參考一下以原目光芒為主題 第五屆香港燈飾設計比賽的入圍作品 既有方便儲物名為發光石的燈飾 又有燈連霧化氣的不極光 令室內空氣更清新 香港設計師的實力不容不示 業界有不少創意人才 發展出本地原創燈飾產品 曾明麗在香港照明用品公司 大約40年前以聖誕燈飾起家 做OEM 近10年開始建立自家品牌 更加研發出一系列的國際專利產品 商業用的燈光的話 這項都算是大家都知道的 無論是香港或者是大陸 澳洲、亞洲的地方都是的 令數市場我們就慢慢建立自己的品牌 不夠將來將這個品牌打向它 為了迎合市場對節能環保燈飾的需求 曾明麗近年著力生產LED燈飾 LED表面又長最環保的產品 香港消費者慢慢開始接受LED 很多商店已經在用LED照明 只能超過12個小時 LED真真正正享受到那個省的好處 LED產品省電、節能、減碳 是新世代綠色照明的首選 而在應用上 亦見有漸漸成為一般居所照明的新趨勢 在LED的照明上 我們現階段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跟傳統光源來做比較 那我們會加入一些新的技術 比如說怎麼樣讓LED更亮 怎麼樣讓LED更節能 怎麼樣LED能夠更便宜 那這樣子我們就能夠取代傳統的照明 LED在照明的普及上很有競爭力 當你一個LED可以幫你節省 六分之五的電力的時候 那這樣子你就會想要去置換家裡的光源 所以這樣子的LED的市場才會出現 今年的香港國際秋季燈色展 已經是第十三屆 破紀錄感會聚了超過2100間 來自全球的企業 其中的焦點是LED照明 它們既環保又多用途 無論商用和家用都同樣適合 環保燈色的發展潛力龐大 來自日本的著名相機 及影印機等產品製造商 尼光三個月前正式推出燈色業務 生產商用LED光管 公司更加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參展 我們想要開始 全球消息商業 在辦公室 以為LED燈色是我們重要的第一步 我們知道香港燈色公司 是第一次展示 香港國際秋季燈色展 除了有多間著名燈色品牌參展 更加首次迎來芬蘭、瑞典 以及開萬群島的企業 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 可以參觀和採購各式各樣高質素的燈色 出現 幾年 必須在這方面